好 接下來我們先來討論一下 這個艾斯莫爾的議題 就是3月28號荷蘭的政府已經說了 要斥資25億歐元 來改善該公司總部所在的交通 還有其他的基礎設施 以確保他不會把業務牽往他國 好 現在要投資25億歐元了 當然這個部分呢 其實讓荷蘭政府非常非常的緊張 不過呢 艾斯莫爾到底會不會留下來呢 他們說還在考慮當中 這一回出走的起因 就是因為不滿荷蘭政府的反移民政策傾向 讓40%的員工為外籍人士的艾斯莫爾 承受了巨大的壓力 這個部分我問一下將軍你怎麼樣看 對 這艾斯莫爾在荷蘭 因為它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反移民政策 反移民政策就是對技術移民 對技術移民它不減稅 那不減稅的話 將近14億美元 14億美元的話400多億台幣的稅 那這樣的話我技術移民 我已經是靠技術來賺錢 結果我賺的錢被你拿去磕碎磕掉了 你看看我那我乾脆 我不要幹好了 我好辛苦賺的錢 變成你拿走了 變成這個狀況 這是其中之一 第二個就是河南政府 對艾斯莫爾的它在那個廠區附近的 包含電網 包含高速公路 包含它的基礎建設都不夠 那怎麼樣 那個艾斯莫爾它要去運輸 電網這個速度又慢 你變成它整個的 這個周邊的基礎的建設 河南都沒有做好 你沒做好 那你對於艾斯莫爾 我要找更理想的國家 歐洲那麼多國家都歡迎 我艾斯莫爾過去設廠 我就出手就算了 因為這些企業家 它是在商延商 它是賺錢的 你看波音公司有時候到澳洲去 為什麼 為了省稅啊 因為這稅很重啊 他要離開華盛頓州了 是這個樣子 那你的 把你的稅降下來了 那我就回到華盛頓 當然還談條件嘛 因為稅那麼重 我當然要離開啊 因為你的稅重 會造成這個 它的盈餘減少 那盈餘減少 這個這些企業家都在商延商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說 它這些那麼多 為什麼百分之四十四 都是寄宿移民的 這是寄宿勞工 那你現在給他課稅 他當然受不了 一定跟他的公司 跟他大老闆講 那我不要幹了 你這樣的話 我賺的錢都交給荷蘭政府去了 所以我們看看這兩個措施 荷蘭這個措施 我想荷蘭會改善 大家來談 好 那對寄宿移民所課的稅 不要那麼多 14億美元打個折 7億美元 或什麼 我們大家來看 每一個人均攤 讓大家受的 讓大家過得去 能夠有這些錢 有這些收入 再過了好日子 大家來這邊寄宿移民 就是為了賺錢養家活口 好 那既然是基礎建設 包含高速公路 包含我們講的房屋 那個寄宿移民要房子啊 房子不夠啊 那我政府來是不是來補貼 蓋一些房子 那電網 電網不行 那我來做電網 變成 現在 他以這個把這個廠要移走 作為一個談判的籌碼 因為整個移走之後 我們知道工廠移走之後 周邊的繁榮會下降 房屋下跌了 那你這些包含的 這些食衣住行 保護公司旅館 還包括一些消費的都下降了 因為你整個廠走的空了 我連稅都沒辦法收了 這個就可以跟荷蘭政府在做談判 那荷蘭政府可能就會提出改善措施 除了減稅之外 也加強他地方的基礎建設 地方的建設 來留住這些外資 還有這些投資的移民 好 大謙哥因為等一下要先離開 我問一下大謙哥 你覺得這個荷蘭政府 這樣做ISMO會留下來嗎 我覺得就像剛才張將軍講的 像ISMO這些公司 這些跨國企業 他們其實要對得起的人 不是這個國家的政府 他們要對得起 他們廣大的股東 所以他們的股東結構 其實是全世界的 就大家現在看一下台積電 台積電不是一家台灣人的公司 台積電如果你仔細看它的股東結構 其實外資是在很大很大的比例 我記得我們過去擔任立法委員的時候 曾經為了一件事情修法 因為過去立法院的政治獻金法 有提到說 如果你收到了 收受到外國企業的政治獻金 是有刑責的 我不曉得亮哥還記不記得 當時這件事情 結果後來好死不死 就台灣有很多公司 其實如果你看外資持股的話 它已經超過50%了 因此當時就有很多立委 他的確是接收到了很小額的捐款 是來自於這些公司 可是如果你不修法 他就是違反了政治獻金法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台灣都是如此的 你更何況ESMO 他有太多廣大的股東了 所以對他來講 他要如何讓公司賺錢 如何讓公司獲利 如何讓公司繼續研究發展 如何讓公司有更好的未來 這是他這個經營者最重要的責任 就要對得起股東 而不是說現在去講忠誠度的時候 他要對股東有忠誠度 不是對這個政府有忠誠度 所以你說他要不要留在荷蘭 那當然就要評估說 到底他在荷蘭 他還能不能夠創造更好的獲利 那麼包含將軍說的 有沒有給他更好的稅收 而不僅僅只是改善交通條件 這件事情 那你更不要講說荷蘭政府 接下來跟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 然後荷蘭要不要跟美國老大哥 繼續一起走 那麼ESMO留在荷蘭 會不會受限於美國 這些東西都是很大的問題 那麼目前為止 ESMO當然就要在這些 各式各樣的因素裡頭做個評估 才能夠做出他最後的答案 但是關鍵問題還是 能賺錢我留在荷蘭 如果不能賺錢 我當然找一個更好的地方 給我這個租稅更優惠的地方 能夠讓我有更少束縛的地方 讓我不要陷入國際地緣政治衝突的地方 繼續去發展我的企業 這對任何一個這個合理的 這個公司的經營者 他都會做這樣的決定跟打算 好 繼續來討論 香港日前這個通過了基本法23條立法 3月23號已經生效了 當然現在所引發一些後續的效應有蠻多的 這個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有說 將要對香港多名的官員實施所謂的簽證限制 但是沒有詳述名單到底有誰 不過針對這個部分 中國外交部駐港公署立刻表示堅決反對 還有強烈的譴責中國駐美使館 要求美方立刻停止插手干預香港事務 還有中國的內政 另外一個部分 這個自由亞洲電台等等的外媒 都已經陸續撤離了 我問一下大謙哥 香港現在是中國大陸的領土 那是香港基本法要怎麼樣通過 怎麼樣討論 這是中國大陸自己的內政問題 這什麼時候輪到美國去插手管 對 中國大陸什麼時候因為管過 美國加州通過了哪一條法令 然後去制裁美國加州的 這些州議會的成員 或者是美國加州的官員 到底全世界哪個國家 沒有人家幹過這種事 就美國管得也太寬 也管得太廣了吧 就美國去管香港的基本法 立法去制裁人家 就好像美國忽然管到台北市議會 通過了哪一個條款 然後去制裁我們台北市的官員一樣 這干美國什麼屁事啊 就美國在這個時候管這麼多事情 到底是為了什麼 而且講到了美國 是誰把香港弄成今天這個德性 不就是美國嗎 當時在這個2020年的時候 美國如果今天不要在香港這個搞事 不要去鬆動這個香港的 這些民主派的人士 去給中國大陸難堪 不要去發起所謂的這個反送中運動 然後為了要去掩護蔡英文 能夠讓蔡英文順利連任 不惜犧牲香港 香港今天也不至於走到這個地步啊 就大家仔細回想一下當年的過程 當年中國大陸在香港推動國安法 是因為反送中事件 才導致到中國大陸北京 那種不得不採取這樣的一個作為 如果今天當時沒有反送中事件 今天恐怕也不會有國安法 如此這樣落實的一個狀況發生 那你更不要提到說 當蔡英文當選了之後 反送中事件就不見了 就忽然間就煙消雲散了 然後當中國大陸實施了國安法之後 美國做了什麼 美國有支持過香港人嗎 美國有支持過多少香港人離開 給他們庇護 給他們這個居留權 美國給了多少 美國什麼都沒有耶 美國不但如此 美國還補了香港一刀 取消了香港相對的這個優惠的 這些金融的待遇 所以才逼著香港變成今天這個德性 為什麼這麼多外資撤出香港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你美國取消了很多 原本在國際金融上 香港享有的特殊地位 所以從頭到尾 香港能夠變成今天這個地步 就要拜美國老大哥之次 今天你美國還有什麼臉去插手香港 在那邊指三道四的 當時你美國不要在香港亂搞 今天的香港 還是當時繁榮的香港 香港從頭一大 都沒想到 在YouTube時 你已經這麼多了 在你身邊不維修 在你身邊走 在你身邊爭 在你身邊就能夠 在你身邊 感谢观看